Fill這個牌子 其實我剛開始玩Player的時候 應該是買過一部 我想是四五年前 但當時它上面也有一個轉盤 就像這部一樣 有一個轉盤 可能是我自己手殘 我是用得很頑皮的 經常想搓那隻 搓不到 搓過了 後來就覺得算了 我放棄了 我就放了那部Fill不是不好聲 我也是因為好聲而買它 但那個轉盤我真的用不了 放了之後我就一直沒有用到Fill這個牌子 直至上年的音響展 我又留意它 因為音響展 即是會展那個 Fill都放了一個很大的攤位 裡面都展示了一些機器 其中一個非常相對的就是這個X5 Mark III 因為它也是金屬紅色 很英俊 買它一聽 我記得我當時也有帶一個A9過去 我一聽 挺好聽 但是呢 就叫自己不要衝動 為什麼呢 因為我又沒有想著要買一個Player 無端端怎麼會在會場 聽到好聲就買一個Player 所以就勒著自己沒有買 Mk III的聲音和外表我一直都很深刻 當時其實也有試到X7 但是由於第一X7大步了 你看到它那個金屬炭纖灰色 就不夠紅色那個 那麼肚餓歡心 X7來說呢 是沒有那麼吸引我的 但是聲音來說 它是比較 就分析力高一點 然後再 那個空間感會再大一點 那為什麼今天會無端端拿回Feo出來說呢 就是因為3月開始 其實Feo呢 就減價 然後 Exactly 每個減到多少錢呢 我就不記得了 這個應該是現在under1000元 這個under1000元 那這個呢 這個是X1來的 X1現在under1000元 接著X3呢 就是1500元 它都應該算是最便宜又有2.5 它有2.5入的 然後這個X5呢 就是2888 對 很記憶的 我記得這個就是2888 然後X7就是5500元 哇 其實我的距離都很大 2800和5500 差了2700元 就是差不多一個搭 就是X7等於兩部X5 那我就怎麼都會選擇X5的了 我現在呢 就再 因為我當時那個印象呢 已經模糊了 在音響子外的印象模糊了 我現在呢 就再試一試聽這四部機 剛剛聽到那麼多部機啦 X1呢 其實是一部玩具級的機器來的 那麼很輕啦 很細啦 不過這個screen呢 都是比較小一點 還有都是有這個轉盤 那我就不適合用了 但是如果以它這樣的顏色 這樣的size 女仔就OK的 那麼跟著X3呢 X3呢 其實有的特別就是 它都有我這個很喜歡的金屬的鮮紅色 這個screen大一點 不過因為它都是這個轉盤的關係 我已經是經攻資料的 那麼所以呢 對我來說 不是太方便 這個轉盤 剛剛說了 它是一個最便宜 有得玩2.5 balance的一部機 所以如果你想試試玩2.5 balance的 入門的 那麼這部機都可以考慮一下 那麼最後呢 這兩部機我就覺得要一起講 因為其實呢 就是我不管它裡面那些晶片 規格等等 我覺得它們兩部機是同級的 同級的意思是 因為我其實我喜歡這個聲底多些 X5是平衡 密度高 有音樂感 X7是高清 再闊一點的空間感比X5 但是聲底來說我都是喜歡X5多些 那麼X5和X7當然一樣都是有2.5的平衡 那麼這個都可以滿足到你的 尤其你想想一下 喂 買多一部機做後備也好 甚至轉換也好 其實它都會挑戰到另外一個品牌 可能5-6千元 甚至7-8千元的機器的聲效 那當然 有些東西 別人做得比較細緻 你拿上手就會覺得 但是純粹以用來講 我覺得X5是 我是推介的 在這四部機裡面 還有它因為它行Android的關係 其實大家是可以進入一些Android的Apps 下去是聽歌的 就是那些聽歌的Apps 這個我也覺得 這個功能挺珍貴的 因為市面上不是那麼多漂亮的Player 是行Android 兼可以進入一些Apps 那麼X5除了我的樣子之外 這個功能都非常不錯 X7就是如果你是一個土豪 和很想賺錢用 和買旗艦的話 那就買X7 你們兩部可以先試 那外面減價而已 那關我獨海浮沉什麼事呢 就是因為我是推介這個X5 還有最近有很多人之前買了一些不同的耳機 在我身上 譬如買了A7 甚至買了A2 現在這個X5 我是比外面更便宜 但是限量的 因為不想惡性競爭 我是求這個代理 限量30部給我 是這個叫做2680的 外面買2888 那我是賣2680的 限量30部 那如果你是真的對這個X5是有興趣的 你不妨WhatsApp我 那我們約交收也可以 順風也可以 那如果順風呢 我包了郵費給你了 那如果你是需要的話 你就可以inbox或者WhatsApp 那WhatsApp會覆得快些 WhatsApp的電話在片尾你會看到的 那所以如果你最近買了一個耳機 又想新癢 買多一個新玩家的話 我是非常高度推介這個X5的